Hello大家好,我是那一,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咱们要聊的一个事是在纽约买房 我的客户常常会问我说 那一我想买个房哪个区域你比较推荐呢 那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区域应该就是近十年 只要考虑在纽约买房 可能多多少少都会被提到的一个区域 它就是长岛市 那让我们开始吧 那先给大家讲一讲长岛市它到底在哪 它其实是纽约市五个区当中的皇后区中的一个小的区域 离马哈顿只要一站地的距离五分钟就可以 偶尔有的时候我跟客户说 我比较推荐这个区客户就说 长岛那好远啊 问题出在哪 其实长岛市和长岛市两个不同的概念 长岛呢其实是纽约市东部的一个狭长的半岛 那之前我们比较熟知的是因为有一些好莱坞的明星啊 或者是美国的一些富人 会在那边买比较大的豪宅 都是这种别墅 夏天的时候度假屋比较多 那其实长岛市呢反而是在城里面 所以其实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在地图上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从曼哈顿出来进入皇后区 长岛市就是第一个我们迈入的这个区域 它的地铁线是非常多的 而且它是一个从曼哈顿到皇后区 皇后区去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纽带 还有长岛铁路贯穿其中 而且靠西面这边 因为临河 所以我们在东河上还有轮渡可以坐 很多朋友如果住在水边沿河的地带 去金融区啊或者是去34街 靠东部的位置坐轮渡的话 其实比坐地铁还要更方便 很多华人了解这个区域是因为 它其实是贯穿着曼哈顿的核心 时代广场 哈德逊圆区 以及华人的一个最大的聚居地 法拉圣 所以呢长岛市的这个位置 就正好是在中心去哪都方便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7号线 长岛市还有NWREMFGTRAID 贯穿其中 如果是开车的朋友 59街的Quinsboro Bridge 以及42街的地下隧道 也都是非常方便的 那咱们聊一聊长岛市的这个区域的发展 最早期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 离曼哈顿只有很近的这个距离 所以很多工厂会把它们的仓库或者是厂房 放在这个区域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毕竟曼哈顿它是个岛 寸土寸金 城市肯定还是要扩建的 All the city就占据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 因为一站就可以到曼哈顿 而且非常的方便 随着政府的大力扶持 那这个区域已经是向住宅区和商业区 在做一个逐步的转变 早期的时候呢 是沿着Vernand Boulevard 加上Gantry Park附近 是第一轮比较大的开发 水边建了很多高楼 从曼哈顿一看就 这边算是个有点城市的感觉了 发展起来了 偶然翻到一个几年前的采访视频 插播一下 这个区域的生活也非常的方便 是典型的居住区 现在呢 我的家的楼下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园 很多人会在下面 遛狗呀 遛孩子 遛孩子 而且呢 这个附近有很多年轻的家庭和白领 还有学生 这附近的生活也非常的方便 有两个特别大的超市 还有一条街 上面都是美食 还有咖啡店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来 Bar Bar 对 不要忘了 还有Bar 还有一点 虽然这里不再帮他顿脚上 但是我就是喜欢 这种安逸的氛围 还能吹着这种风 海风的感觉有没有 而且呢 这里自于我上班的地方也只有一家地哦 不好意思 吓到大家了 那咱们回归正题 继续讲长岛市的发展 那第二阶段呢 围绕着 Queen's Plaza 以及Core Square这边也是越来越发展 不仅建了非常多的出租楼 买卖的Condo Building 以及商业的这种写字楼 外加越来越多的餐馆入住 美食 意大利菜 泰国菜 日本菜 韩国菜 包括华人开的 鲜明吃 火锅店 奶茶店 其实都是因有尽有的 而且新建的写字楼里 像美国的这些知名企业 美西百货 Bloomingdale Jet Blue WeWork也都相继的落户于此 过去的十年当中 整个这个区域的房价是翻倍了 像我早期工作的时候 客户买的房子 现在其实都是赚翻了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的这种发展前景 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之前呢 有一个特别受瞩目的事情 就是亚马逊 在全美的200多个城市当中 选了长岛市 做它的第二总部 那当时这个新闻也是闹得很大 最后这闹了一个小的乌龙 因为政府给了亚马逊非常多的优惠 拿纳税人的这个钱去补贴 其中的一个企业 纳税的居民觉得说 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合算 而且可能会对这个区域的房价 以及生活状态 做一个很大的调整 很多穷人就表示抗议 那这个事最后就是不了了之了 很多人当时会觉得说 哇塞亚马逊不来了 那这个地区的房价肯定会跌吧 看好了这个去发展的人 可能会心里想说 是不是会买亏了 但是我可以非常靠谱的告诉大家 虽然亚马逊没有来 但是长岛市的这个发展 依旧房价依旧非常的坚挺 哪怕是在新冠疫情的这个爆发当中 很多曼哈顿的房子都有大幅的折扣 但是到目前为止 其实很多新建的这些长岛市的楼盘 都是在销售非常好 然后也没有说过大的一个折扣的状态 所以它的这种保值升值的潜力 还是说非常的高的 曼哈顿比较拥挤的情况下 但是又要可能去曼哈顿上班 或者偶尔要来曼哈顿办事 还是想找一个happy media 那哪里是比较好的呢 长岛市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既可以让你享受 比如说开车的这种便利 那性价比也比较高 比曼哈顿还是要便宜 三分之一左右的这个价格 但是又可以让你 很快的接触到地铁 然后可以快速的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总体上来说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地区 无论是年轻的学生 白领或者是投资者 都可以把眼光放在这个区域来挑选自己想要的房子 尤其是这个区域还有很多地税减免的楼盘 这个真的是就是非常难得了 因为从17年左右的时候 这个政府已经开始去减少 批这种有地税减免的楼 那像曼哈顿呢 偶有的这几个地税减免的楼 基本上要么非常非常的贵 要么位置比较偏 那像Lala City这种 又靠近地铁 但是价格又不是贵的夸张的这种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很多投资者也愿意在这买房子 那今天先给大家推一个楼吧 是之前很多朋友问我的 就是我买了哪个楼 那这栋楼呢 其实叫Neighborly 它是在Lala City 不是最核心的位置 它是更偏Astoria和Sunnyside这边 那我是看好了这个区域的发展 以及这个楼呢 它有15年的地税减免 所以它持有开销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早期毕竟我是买一个投资房 可以持有10年 然后把它卖掉 还是非常的有市场竞争力 它还有几年的地税界面 价格也会相对来说 比其他的楼盘要便宜一些 等着去发展起来之后 那真的是不可限量的 而且周边呢 像Sunnyside政府也在扶持 Lala City本身也在扶持 整个的这个大环境来说 它算是一个即将发展的核心 而且这个楼盘呢 是Paris Farino设计的 它是一个澳洲籍纽约based的室内设计师 那它的设计就是一眼 啊就是让我爱上 然后就不能自拔 我当时真的是一看到它的设计 就跟我妈说 喜欢喜欢喜欢 想要买它 然后就毫不犹豫的买了 如果有朋友想要买这个楼盘的话 一定要联系我 因为我一定可以给大家拿到最好的优惠 和开发商手 跟它director手 我自己也买了房 而且成交了非常多的deal 所以一定给大家拿到最好的优惠 由于视频的这个长度吧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回头如果有朋友对这个长导室 有其他问题或者考虑在纽约买房投资 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加我的微信 或者在底下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 一定要帮我点赞留言 或者是转发 谢谢大家 你们的鼓励就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